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发的一条推文,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。 它是这样写的,所有如此关心俄罗斯的傻瓜都应该开始关注另一个方向,即中国,但如果我们头脑明智,立场坚定,并且胸有成竹,最后我们会跟所有国家都相安无事。 但是,美国大部分媒体分析认为,特朗普总统想转移美国舆论的注意力,但中国也拉近干预美国大选的嫌疑名单,让通俄门调查转为调查中国,那样它就安全了。 不过,舆论纷纷指出,它没有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证据,华盛顿掀起一股调查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热潮恐怕很难,因为通俄门调查远非仅仅针对所谓俄干预美国大选,还包括怀疑特朗普与莫斯科的关系,该其他议题成为美国政治焦点,是由多种动力促成的。 所以还有一些分析认为,特朗普同时在鼓励美国社会,把中国看成主要对手,这种分析的逻辑是,美国社会的对华警惕性,如果能压到对俄罗斯的敌意,那么对特朗普摆脱当下的国内困境也会有利,美国精英层其实已经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了,他们遏制中国崛起,的愿望已经不加掩饰,很多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对华政策。 中国的这一变化,对中美关系险景的悲观认识,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广泛。 不过,全球化是很深刻的现实,而全球化的很大一块内容,就是完全不同于当年美苏关系的中美关系。 当年的美,苏完全是两条船,他们的各自目标,就是要撞成对方。 现在中美到底是两条船还是一条船,情况变模糊了,中美对抗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搞这样一个赌博,把全球化这条大船搞缠了。 你比我先死,中国没有港款美国或者取代美国的战略野心,也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,与美国开展全球竞争的意愿。 中国就是想要发展自己,同时确保别被外部势力颠覆了,别的被欺负了。 中国的整体国家战略是内敛的,而非进攻性的,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最大担心是中国经济规模,有可能在不太久的未来超过它。 其他所有对中国所谓扩张,向美国渗透的景气,都是从那个总的焦虑衍生出来的。 问题在于,美国遏制中国先要损失,同中国合作的那部分利益,同时还要付出中国开展报复所带给它的那部分损失。 加在一起,美国奉行极端对华战略的成本一定比同中国和平竞争的成本高得多。 面对来自美国越来越激进的对华政策阐述,中国一方面要坚定我们的底线思维,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有所准备,一方面要有定义。 坚持我们改革开放,和平发展的极定战略,不应于美方的斗争,把我们自己逼极端了,绝不把对美斗争变成中国接下来国家战略的中心。 换句话说,美国越来越冲我们发狠,我们在坚持应对的同时,也不与它一般见识,我们是坚强的,用饭壁,害的。 同时我们又是克制的,不主动扩大中美战线,升级两国对抗大。 那样的话,中国并不是美国实际伤害的制造者,伤害美国的是推行极端对华政策的人。 那样的政策将难以为计,重要的是,中国是经济实力大国,和大国,无论从哪个方向挑衅中国,都不是轻松的事。 与中国为敌,对任何力量都是战略上的铁而走险。 只要中国坚持温和的对外政策,就不会真有力量,能够做到领导一个国家来找中国拼命。 比如美国人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,他们是现实主义者,不会为了避免后代生活,在中国是最大经济体的时代,而现在就活出去不过了,来跟中国拼个你死我活。 今天的美国政府对国家实现不了那样的动员,所以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将很大,我们不是伊朗或土耳其,美国因素一旦变了,就要被破坏一条道路,也许美国会对华进一步强硬。 但我们仍有采取稳健开放政策的基础,我们只陪美国斗争,但不陪它疯狂。 Ba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。